时间的河流正以川流不息之势奔向未来 再过五百多天,我们将迎来展清的二十一世纪 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 全正我们还推出了这个全面展示二十世纪音乐歌舞发展水平的系列 百年经典 二十世纪曾经被称为是普通人的世纪 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哪个世纪能够像他那样 对所有的艺术进行如此之多的探索 从文学到音乐,从舞蹈到雕塑,从戏剧到绘画 可以说这是人类艺术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界 现在就让我们在一曲曲 曾经进入你我心灵的音乐声中 把剧力一页一页往回翻 唱起一页往古刀剑 芳草碧叶远远 祭唐 三明天亮 天亮明朵 一无大 天亮 心跳 天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首二十世纪初的学堂乐歌 当我们再度聆听它的时候 已经是在送别这个世纪了 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是在电影《城南救世》里 当初它营造的那种感伤惆怅的氛围 曾经久久地挥之不去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这首歌的词作者李淑同 竟是一个和尚 不过确切地说 写这首歌的时候 他还不是和尚呢 当时呢 他正在日本留学 攻读西洋音乐和西洋绘画 青年时期的李淑同 非常的活跃 他编印了我国最早的音乐期刊 创作了我国最早的 用西洋音乐写成的这种合唱 而且呢 还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 叫《春柳社》 字幕志愿者 李淑同